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來到再收看小A的戰地1教學視頻 我今天想教大家如何對付戰地1的巨獸 今天我來教大家如何對付裝甲火車 他是戰地1的巨獸其中一種 裝甲火車擁有許多不同的武器 他有57毫米的巨型山炮 57毫米的反裝甲炮 20毫米的自動炮 防空炮還有一些重機槍 裝甲火車活動只能靠地圖上的鐵軌活動 但是一般來說有裝甲火車地圖 一輛火車可以從書房的基地開過地圖的2到3個點 裝甲火車的殺傷力也是非常大的 他的射程也非常遠 不過每張征服地圖裝甲火車只能出生一次 他是給書房的 如果兩隊票數差距大於大概150票的話 裝甲火車會出現給書房 作為銀方玩家小A建議大家要儘快消滅這輛裝甲火車 玩家必須要知道裝甲火車的一些炮是可以被玩家打癱瘓的 打癱瘓之後開火車或者用火車這些炮的玩家一定要按住X鍵去維修 這樣一來如果有可能玩家如果在攻擊裝甲火車的時候 用一些遠距離的炮彈應該主要是對著火車的炮台打 因為一些炮台被玩家打癱瘓了火車的殺傷力就沒有像以前那麼大了 裝甲火車是不怕一般的子彈 要摧毀它玩家一定要與隊友合作 用各種不同的爆炸物來摧毀裝甲火車 突襲兵的AT炮 反裝甲雷地雷 一些載具的主炮 飛機的炸彈 轟炸機的重型炸彈 都是對付裝甲火車的一些好工具 但是小A建議大家要對付裝甲火車盡量還是用地雷 地雷是裝甲火車最怕的一種爆炸物 而且傷害對它也非常大 地雷如果放在鐵軌上 開裝甲火車的駕駛一般是看不到的 而且它也沒辦法避免的 我不建議大家用反坦克手雷 或者用飛機去對付裝甲火車 因為裝甲火車擁有防空炮的 它防空能力是非常強的 玩家如果需要用反坦克手雷去炸裝甲火車 玩家一定要靠近這載火車 一般來說玩家是很難靠近一輛滿載的裝甲火車 因為周邊的範圍都是裝甲火車的有效射程 所以說小A認為要對付裝甲火車最好的工具是AT炮 因為AT炮可以打得非常遠 坦克的主炮坦克也可以打得非常遠 固定的反裝甲炮還有就是地雷 如果玩家像小A現在用AT炮來對付裝甲火車 玩家一定要記住每次打好一炮就要換位子 換句話說就是打好一炮要走位 因為玩家打出去的AT炮他有彈道的裝甲火車 炮台的操作玩家可以看到這個炮彈是從哪裡打來的 所以打好就一定要跑 同時在進攻裝甲火車時候 玩家最好身邊有一位 聚員兵給自己抑制服彈藥 一般一個隊如果能抽出五六個玩家 對付裝甲火車這輛火車不會存活時間太長的 但是如果只有一兩個玩家在對付這輛火車的話 這火車可能一下子可以存活到一場結束 小A一般聽到敵人裝甲火車出現的時候 我首先在鐵軌上放下一大堆地雷 然後把周邊的一些固定的反裝甲炮 對著火車鐵軌這樣的火車 一旦出生的時候一下子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也可以當我身上的大雅頭打光的時候 用地圖上固定的AT炮來對付火車 小A以前試過用重型坦克還有各種其他在一起 來堵住裝甲火車的鐵軌 但是後來發現這種戰術對裝甲火車是無效的 因為裝甲火車可以直接壓爆前面的還有後面的障礙物 如果這些障礙物在居裡有人 裝甲火車的駕駛員將會得到擊殺這些玩家的得分 玩家要注意 裝甲火車還是一個移動的出生點 如果裝甲火車的炮台位置還有空的 敵人任何一個小隊的成員都可以在這些位置上出生 如果周圍出生的敵人玩家跳下火車 他又是一個給他隊友的出生點 這樣一來裝甲火車還有可能會把一大群敵人 送到地圖的另一邊 使得銀方失去背後的幾個旗 這麼說小A建議大家 如果可能的話一旦裝甲火車跑了之後 馬上去把這些旗站回來 防止敵人在這些點上出生 裝甲火車炸了之後他的殘海還會在地圖上留著 這些殘骸可以給各位玩家做掩護 當然玩家也要擔心 裝甲火車的殘骸是不是躲人 不像一般的坦克車飛機殘骸 裝甲火車的殘骸是沒辦法摧毀的 就是說他死在哪裡 這條路就被他堵住了 好 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以後還會教大家如何對付空中的飛艇 還有海上的戰列艦 2017年3月的一個官方擴展包 也會帶來第四種巨獸 好像是一輛非常龐大的塔克 我是非常期待的 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請給大家保重 拜拜